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台湾恶女背包客大闹澳洲 砸车放火,冲撞样样来 最近台湾的一名红姓女子呢 到澳洲去游学打工 但在她的租屋处呢 跟她的房客们 跟她的房东起了很多的争执 后续呢,却开始一连串脱续的行为 甚至最后被拘捕了 这个故事当初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也觉得说可能就是单一事件 就是可能跟房客跟房东闹不合 后来又看到很多人就说 请你一定要去看这个影片 在YouTube上面呢 有个频道叫做迷暗追踪 它很完整 用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讲述这个故事 里面除了文字叙述之外呢 口述之外呢 还有大量租客跟房东 所拍下来的手机录影存证 就是根本就是个纪录片 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今天听完这一集 你一定要回去看这个影片 这名女子呢 是来自于台湾的嘉义 那原本在台湾是做 补教业的老师 主要是教授一些什么 国中国小的学生 那她在30岁之前 在2022年的时候 她将近30岁 就是你要到澳洲去 游学打工的话 最高的年限就是30岁 你一定要申请 你过31岁就不能够去了 所以她就在她30岁的时候 去到澳洲去游学打工 结果呢 她在澳洲的租出 一连串疯狂的行为 让她在澳洲被同期 那其实后来 网友就挖到说 其实她在台湾也被同期了 细说从头 她其实一到澳洲之后呢 她就勾搭上一个 叫K哥的男子 跟她有点暧昧的情愫 借了5000块之后 就搞失踪 后来这个男子 就也想要找这个女子 因为毕竟澳洲很大 就上网爆料 但是一直就苦 没有讯息 直到她被通气的 这个新闻曝光之后呢 这个K哥 才跟租客 跟房东 联系上 把这整个故事 就拼凑起来 她当初借了这5000块之后 就买了一辆车 后来就到 一个小镇 叫做凯西镇那边去 然后就租房子 一开始她面对 这个中国房东的时候 其实都是演得很正常 就租下这个 三房两位 两层楼的一个 一栋建筑 那里面其实就是 一个月本来是什么 650块澳币 那其实她入住的时候 这栋房子里面 其实没有其他的租客 那房东好意啦 有可能房东就觉得说 不想要花时间 找其他的房客 就委托这个宏信女贤 说啊你就帮我找 你帮我找到的话 我就帮你折 然后一个礼拜 就不用付我房租 后来这个女主贤 就顺利的找到 Vicky跟Tim 也是来自台湾的一对夫妻 那另外一个 是来自香港的Lio 后来这四个租客呢 就是总共三间房间 他们就生活在一起 刚开始都蛮正常 尤其像Lio 那个时候 刚搬进来的时候 这个宏信主贤 还就是想要拉拢她 还特地的 就是帮她煮面啊 就对她还不错这样 那一开始 她都会想要跟你当好朋友 她的作为就是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都会演得很正常 都会想要跟你 hand out啊 主动地提供一些协助 给你一些资讯啊 但是她后面就会 因为跟你深聊 然后跟你聊天 跟你互动 你就会彼此互相地 透露一些讯息 她就会知道你一些把柄 而这些把柄 就会变在事后 拿来攻击你 那像这对台籍的情侣 刚开始入住的时候 这个宏信主贤 也跟他们 会一起去采购啊 但是这个时候 这对夫妻就发现说 这个宏信主贤 对于钱这件事情 很斤斤计较 后续就开始有点翻脸了 翻脸之后 就相敬如饼 后续宏信主贤 就开始会 各式各样的找茬 像是连倒垃圾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才刚入住 两个礼拜 就轮值嘛 宏信主贤到过一次 然后这对夫妻的 男生Tim也到过一次 但这个宏信主贤就开始 就大骂Vicky 说你都不到垃圾 为什么你都不到垃圾 就开始找尽各种理由 来挑剔对方 那甚至因为他们 有两间卫浴嘛 那那对夫妻 就是自己用一间 那另外的宏信主贤 跟利友 就是要共同 使用某一间厕所 那他甚至会 管控利友的 洗澡的时间啊 洗太久的话 他甚至就会 刻意的在他房间里面 打电话 假装跟朋友聊天 但是就会大肆的抱怨说 诶那个香港人啊 洗澡洗半个小时啊 他甚至会讲那种 很性别歧视的话 说什么 他是死娘炮啊 什么这些的 那甚至后来 就是吃东西的话 像他们有一天 要吃火锅 是过年的时候 就是吃完饭之后 他竟然要求 每个人要付他50块 的奥比 就是这种行为 就大家会知道 说汉很在一起 然后会对其他的租客 狮子大开口 甚至在晚上的时候 就会就是大肆批评说 你们太吵了 吵到他了 然后甚至半夜三点 会在那边狂敲扁的门 叫他们滚出去 但其他人就觉得说 根本就没什么声音 因为他们其实 利友跟所谓这对情侣 都彼此觉得说 没有很吵啊 还好吧 但因为就是这对情侣 都后来因为吵架的时候 都有拿手机出来 录影收整 才能够有明确的证据 知道他态度是怎么样 那甚至他 即便他们大吵的时候 就是互相的 嘴对方 但是他事后 确实会跟房东抱怨说 他觉得这对情侣 里面的男生 是喜欢自己的 所以那个女生Vicky 才会讨厌他这样子 所以他们才会 一起来排挤 这个红杏主线 就是开始会搬弄是非 但是后来房东 听一听之后 房东觉得说 那是你们租客的事情 他也不想介入 后续他就开始 连房东都讨厌了 就觉得说 房东你就是 哪不站在我这边 那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 后续房东跟房客 都有点不堪其扰 然后就决定 就一起到 家中去开会 所有人聚集在他们家中 就说 那就是讲好说 希望红杏主线 可以自己先搬走 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 有一点点不适应就对 结果他翻脸不认人 开始做出很多 脱去的行为 证明红杏主线 在澳洲的时候 他是在鸡蛋的工厂上班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鸡蛋 他就开始拿出 他的鸡蛋大无处的 丢这些房东啊 乱丢在那个沙发上面 然后就趁这些 房东跟房客 就是一身狼狈的时候 他就躲回他的房间 然后躲回房间之后呢 他又怕 房东跟房客会追上来 所以他就在他的走廊上面 大撒很多的土丁在地上 然后趁这些房东跟房客 在捡土丁的时候呢 他又准备好 房间里面有那个热水壶 里面准备热水 拿出来泼这些 房客跟房东 甚至看到房东的手机 还把它砸烂 那后续就报警 撮离了 结果呢 房东就是请警察来的时候 警察就问一问 就是检视完之后 讲说警察来了 两百多公分高的那种警察 你应该拿他每一折 他就是死赖在他车上不走 然后后续终于就是被警察 拿好说歹说 恐吓加利用 加威胁 然后他终于开走之后 结果警察走了之后 他又绕回来 开始对他的车库 那个鸡蛋攻击 然后开始更疯狂的举动 就是开车去冲撞他的车库 把车库撞烂 然后甚至当房东跟房客 出来要制止的时候 他直接开车 要去撞这两个人 然后最后面 他们就觉得 他这一切的行为 太过疯狂了 所以房东跟房客 又赶快叫警察来 结果警察来 那个人早就逃之夭夭 你知道他也没办法通缉他 因为就那边的法律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短时间内 就是同期他 就是还是要先尝试追捕他 然后请他到警局去说明 而且也没办法把他压着 因为他即便有这么明确的 犯案的 你知道作为 但是你也没办法把他关起来 只能够放他自由在外面走条 结果呢 有一天 这个鸿杏主贤就 开始更激烈的手段 就是去纵火 他除了在他原本的租屋处 纵火 那结果这些访客下歪 因为好家在他们事先就有准备 觉得说 因为在澳洲 枪支取得不易 所以他唯一能够做最激烈的手段 应该就是放火烧了那房子 所以他们就事先有准备一些灭火器 然后他们就是把租屋处那边火灭了之后 又觉得说 哇 那房东那边可能也会 早阳 因为之前砸车的经验 就是他会一次 就是砸完 租客们的车走 又开车去砸 房东的车 所以他们就研判说 他现在烧完 那个租客的房子之后 应该会去烧房东的房子 虽然就聚集在房东的家里面 想说就互相有个噪音 结果果不起啊 他在半夜的时候又出现 他果然又放火要烧房东的房子 看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澳洲的法律到底是怎么了 他当初开车去冲撞车库 甚至尝试要去撞租客跟房东的时候 不是就应该要把他抓起来了吗 为什么还放他出去呢 结果就有人就出来说 因为在澳洲那边呢 他们会就是在警局 如果抓到一个犯人 他第一次就会先去找一个 叫做太平生事的人来评断说 你这个人到底现在放你出去 是不是有危险 你会不会在危害 或是你会不会恶犯 但这个太平生事 是不能够跟这些租客房东 或是跟这个祖先是有认识的 就是要一个很公正的第三方来做判断 当初他开车冲撞完之后 这个太平生事听完整个案件之后 他竟然觉得说 没关系可以放他走 他应该不会再犯 结果才让他有机会去放火 所以这一切大家就觉得 澳洲的警方跟澳洲的法律 到底是怎么了 后续终于放火之后 才找到这个人来通缉他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很多网友就开始 去挖他的背景 发现说他在台湾 其实早就也被通缉 因为他在去澳洲之前 在台湾有好几张信用卡 都是刷了之后都不缴费 然后后来就那 屁股拍拍就飞去澳洲 所以他在台湾 其实现在也是被通缉的状况 只是他后来在澳洲 因为这一连串的作为 他也被人家提告 但是提告 他又不去法庭 就是出庭 到这他才被通缉 那这个事件就是因为 其实他偏像是 里面的租客跟房东 都是讲华语 讲中文的人 所以他并没有在澳洲 引起一个轩然大波 只是只是在华人圈 大家很关注这个新闻 后续因为他的这个影像 就是这些租客的 那录影吵架的画面 或是像那个监视 气拍到的画面 全部被公开之后 大家还知道说 哇 这个人真的是蛮疯的 那看到这边 后续大家就觉得说 澳洲警方的摆烂的作为 才会导致他越做越激进 就觉得这个警方的作为 也是在当帮凶就对 那后续房东甚至多可怜 你知道吗 因为被放火之后 他很害怕说 他会再回来报复 只能够自己花钱去请保全 站在自己的家门口 然后请这些租客 一起来这个家里面 这样会比较安全 那后续就是终于被抓到之后 在8月20号 预计是会开庭 后续很像又延期 但因为他这个案子 有分为好几个案子 分别的进行 像纵火是一个案子 开车撞人跟那个损毁 又是个案子 所以他会一折一折的开 那目前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会关多久 大家都蛮关注 因为看了这个影片 或看了这些新闻之后 他之后被关 放出来之后 应该就会被遣返回台湾 那大家 所有的房东都挫了蛋 还有关于说 在家议里面的家人 也很担心这件事情 那目前 现在的新闻状况呢 就是在thread上面 有一个账号 应该是由Vicky经营的 就是台湾的 那对夫妻里面的女生 他所经营的账号 他就是从第一视角 在记录 这整个事件的过程 总共每天都在连载 总共有80则 就里面有影像 有文字 详细的记载 他们的交手过程 那大家就是有点开玩笑说 蛮期待说 这个所谓的红姓祖贤 台湾最恶女背包客 如果回台湾之后 台湾另外一个很经典的 台湾最强恶房东 张鼠金如果被放出来的话 他去租他的房子 那不就是所谓的顶尖对决吗 到底谁会胜出 我就是开玩笑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 很多网友也都建议说 Nephes赶快去把这个版权买下来 把它拍成纪录片 非常的精彩 因为有太多真实的影像 都被存档下来 那如果你对于这个新闻案件 非常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赶快去追 YouTube的迷暗追踪 他有个完整的报道 最后来分享一款 就是最近很爆红的游戏 我本身并没有在玩任何的游戏 但是连我这种没有在玩游戏的人 都知道说这款游戏最近很红 你就知道它有多红 叫做黑神话悟空 但是很多新闻上媒体简介 都直接说黑悟空 那我看到一些资料 大家都在说 它是个3A的高成本游戏 所谓的3A就是它的成本 跟它的制作时间非常长 所以它被列为是游戏等级很高的一款 就是很重量级的游戏就对了 那在2017年被开发 终于在2024年上市 那它8月上市 目前听说它的销量非常的好 好像突破1000万的销量了 那目前它的玩家 还是八九成都是所谓的 中国玩家在购买的 其他的地区 可能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多 但是你不可以否认说 它的确是个现象级的游戏 那中间当然现在新闻它红了之后 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个里面的游戏啊 那也有很多人挑出来说 是不是有些抄袭的问题啊 那它是主打是中国团队 他们自行研发的 所以他们就是非常 proud of 这一款游戏 那当然这个游戏爆红之后 的确有很多玩家也都是在分享啊 不管在限动或 Third上面都有人在讨论说 到底这个好不好玩啊 或是它的精致度啊 或是它的剧本的设定啊 那当然很多台湾的政治人物 也有跳出来在讲话 像赵少康也有跳出来说 为什么台湾做不出这个啊 也是有点牵扯到 政治相关的这个议题 甚至主创团队 就是当初在设计这个游戏的人 现在背后也被挖出来说 他们背后是不是有些 性别意识不足啊 就是说这种游戏 是给做给男生的 看的不用在意女生啊 那也有一派人在聊说 这是不是个文化输出啊 总之目前这款游戏 就是在网路上声量非常的高 所以在此就是 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那至于要不要玩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做选择 好啦那就今天的主题 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有各种意见看法 或是疑难杂症 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那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